柏林电影节是最知名的电影节之一 当这里颁发金雄奖的时候 全世界电影界的目光都聚集在德国 但是红地毯之外 德国作为电影制作基地也享用盛利 有不少全球大片的设置工作都是在德国完成的 此外还有为德国本土市场制作的影片 有德国和国际影星的参与 德国作为电影制作基地的吸引力 来自于很多因素 比如格尔利茨这样的城市 就常常因为其传统风格的接近而被选作拍摄地 而斯图加特·路德维希堡地区 则多年来成为视觉特效专业基地 德国各知名大学也培养了诸多电影专业人才 在慕尼黑 无数影视作品在巴伐利亚电影工作室诞生 这里的室内拍摄和外景基地 已经成为德国最大的拍摄基地 而在波斯坦巴贝尔斯贝格电影工作室 已经拥有一百多年的传统 我们的悠久传统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 因为我们同时具备品质和高效率 越来越高的工作效率 主要来自日益增加的数字化拍摄 即使有丰富的传统 但赞美的场景也需要越来越高的兼容能力 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电影工厂 我们虽然有丰富的传统 但也注重于现代接轨 在外景基地 我们将虚拟现实技术使用到电影的预先可视化中 我们和视觉特效公司紧密合作 以达到拍摄基地的数字化拓展目的 或者是改变拍摄中的灯光设置 以达到不同的视觉效果 比如RISE FX公司就专供视觉特效制作 之家总部设在柏林的企业 正在不断发展壮大 已经在国际上颇举声望 事实上我们的第一个国际项目 电影《忍者刺客》 就是在巴贝尔斯贝格拍摄的 从那之后各种项目接踵而至 包括哈利波特 漫威系列等等 我们面对的制作要求也越来越高 德国政府通过资助项目 支持电影制作基地的发展 过去十年里 仅德国电影资助基金 就为各种影片制作项目 提供了约5亿欧元的资助 但电影从业者仍然要求得到更多的支持 已在国际竞争中立足 柏林电影节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但也仍在不断寻找新的自我定位 以紧跟时代步伐 不负众望 德国电影制作基地 想要保持吸引力 也需要做到这一点 因为成功的电影基地 所涵盖的范畴 远远超出电影院线 这种对文化的投资是最出彩的 因为它让我们为世界所了解 让各国人民对德国人 有更好的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